为了省钱呢 当然那个制作单位就很特别 他就是带我们到贫民窟去住 然后住那个非常老旧的到大楼 然后一进去门一打开 我天哪 那味道 这辈子忘不了 没味 对 然后我们就会去寻找 那个煤大概从哪边来的 我们赶快开冷气 冷气当然轰隆轰的 那很老旧 它也不冷 但我觉得就是有通风就好 就一打开床里面全部发霉 包括整个发霉 我本来走在那条路上就说 想要去想一些事情 走在那路上很适合去思考一些事情 结果那七天 我都在跟我的背包作战 脑袋里面想的都是背包 都是很重啊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个东西 我就在想说 我该怎么样处理我的背包 那七天我完全没有办法 去想别的事情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直活在大安区 就是我家在大安区 然后我就是读大安国中 师大附中 师大甚至连出来工作 当记者我跑的都是台电 就整个都活在大安区里面 大安区有这么大 走不出去 然后就觉得我这辈子 没有离开过家 我连最远工作用 我只要骑车十分钟就到了 我就一直有一种 很想要让自己去外面流浪的感觉 第一次工作的时候 去巴黎旅行的时候 有个很奇怪的感觉 各位去旅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到这个城市 觉得你好像以前来过 对 你明明就是第一次去 好熟悉 然后更可怕的是 我在那边认识了陌生人 或巴黎人 就走到路头 我就说 是不是隔壁有一家咖啡馆 或是什么 你开始说流利的法文吗 快 然后一转角就看到 就我刚才讲那个咖啡馆 就真的就在转角的地方 太不可思议了